感谢大伙 我是临时可换的眼睛 今天少一人 就没办法过来 书街前人张口泰 昨天下午说了一段 说了一个老师 本来晚上应该还有 但是晚上有别的事 有别的事 昨天晚上没说 今天晚上 这队长都给我找不回来了 不能不说呀 今天晚上病了一个 提一下 来吧 来不能说别的呀 还得接着昨天再往下说 昨天说的是张广泰第一回 张广泰回家 昨天说的哪了呢 有很多昨天没来的 怎么得把钱都昨天说过呢 简单的做一个训练 就是道书啊 告大伙 昨天讲的是什么 时间 康熙年间 地点呢 通州运粮河的河边上 停着一艘官船 高桑的姓黄奇 中间一个白月光 陡大的张子 船舱里头两个人 一个坐着一个站着 坐着这人 年纪在二十二三岁呢 昨天说多少岁我还忘了 大概二十二三岁 长得漂亮好看 没分八彩木耳朗星 死滑海口 大耳朝白 说着个大便 清朝人 书中按表 这人姓张 叫张鼓泰 二品军工三品顶带 张三大人 旁边站着这谁啊 义子干儿 姓江叫江绿 小孩长得丑 极丑不笔 斗鸡眉 三脚眼 大鼻孔往上翻着 大嘴叉 咋咋咋 要多寒热 有多寒热 张广泰呢 让自己的义子干儿 下拳给买一身乞丐的衣服 这作为下属得听命令吧 买 买是买不着 因为那时候裁农店 没有那么高的技术 这乞丐衣服做不出来 最后鹿育了一个乞丐 要饭 把人这身衣服都给抢出来了 也不属于抢 给了十两银子 相当于买不来了吧 然后找厨子 把这衣服给蒸了什么 因为乞丐的衣服有味啊 还有虫子啊 跳的什么都有 蒸干净蒸得 给张三大人换上 换上也不像啊 当大人的 长得那么帅气 那么好看 不像要换 江玉有如意 手上蹭了点玻底灰 把这露着肉的地方啊 都给涂黑了 看着像个花囊乞丐 换上这身衣服要干嘛呀 要微服私房 因为这个张三大人呢 就是通州此地的人士 父亲叫赵浩善 通州一代有名的财 家里有钱 最大的财是什么呀 最大的买卖 就是这个梁战 张叫梁战 通州最大的买 家里财产不计其数 一共有三个儿子 大爷叫广炬 张广炬 二爷广兄 三爷广泰 但是仨孩子 可不是一个母亲所生 这广炬呢 就这大儿子呀 是张浩善第一个媳妇生来的 广炬一岁的时候 母亲去世 张浩善又去娶了二房 康氏老太子 过到门来 又生了两个孩子 广心广泰 日子一天天过 三个孩子逐渐长大了 老头呢 张浩善也身染重病 过去的医学没有现在那么发达呀 身染重病 没过多长时间 老爷子去世了 去世之后 这几个孩子的脾气秉性 显得更加明显了 大爷张广炬 为人 坚肃刻 为心歹路 坏 为什么坏呀 因为他的想法是什么呀 怨自己的父亲 你 娶了我母亲 生下我 就不该再续娶了 你续娶了一个媳妇 又生下两个孩子 有朝一日日日 财产要分起来的话 可就不是我的了 三一三十一 给一人一份 恨自己的父亲 这是张广军 广兄呢 书呆子 念书念的这人都傻了 没人过去说 你告诉他 你爸爸死了 他都不知道 就这么一人 张广泰 最好 能文能武 读书什么都行 武呢 不是说打架 打架也不行 花拳绣腿 没事练剑呢 打个拳什么就可以 平时还要靠一些这个文艺消遣 唱个叉曲啊 太平歌词什么 太平歌词这是假的 叉曲吧 八角谷是过去的一个艺术形式 不如老百姓家唱 哪就是以前人家才能来这个 再就是官员 朝里的人唱个叉曲 八角谷 张老太什么都会 父亲去世了之后 心里特别难受 只有广泰 每天是一类洗面 还念自己的父亲 每天在家里哭 这一天家里来两个人 一个叫周中 一个叫李贵 是张广泰的把兄弟 周中 巡俭司六扇门的班主 为什么叫巡俭司啊 这个地方啊 不够设立一个县的编制 县以下有个编制 叫巡俭司 六扇门的班主 李贵呢 就是地皮流氓的 混混 当地也挺有名的 哥仨把兄弟 大爷是周中二爷李贵 张广泰还是开的第三个人 哥俩来到家里劝他 别哭了 日子还得过 想开一点 担心怎么散散心吧 上哪儿啊 找个酒网喝点酒 这中间出现了无数可乐的事情 张广泰每天哭 拿手卷 哎 咋办死了 都是这样 喝酒还是不行 怎么办呢 怎么能让张广泰的开心点 周中李贵想出一主意 带他去一个好地方 那个地方很好 虽然我没去过嘛 哪儿啊 通过有一条街特别的繁华 有一个大宅子 门口人特别的多 挂着大红灯楼 抬头看 牌匾上写了三个字 四美堂 门口站着都是姑娘 拿着小店去 都有了 这也不用我多说 咱们各位都知道 樱花城 妓院 寄来之泽安之啊 反正已经到了 进去吧 说他进了四美堂 老宝子叫王九妈 出来接待这三位客人 中间这细节也不说了 昨天都说过了 如果不知道想看细节的 找这几个要录像 进来了叫姑娘吧 老宝子 带人一条姑娘 走过来了 周中李贵是长坤的 他无所谓 不在乎这个 主要是为了张广泰 正在有看上去吗 喜欢哪个 挑了半天 没有喜欢的 老宝子又领个鱼匹过来了 你看还是不行 这个还是姑娘的这个 什么样都有 还有卷头的 叫什么鱼匹 岁数太大了 简短结说啊 四美堂里所有的姑娘 张广泰都看过了 有点老婆 王九妈心里无痛啊 为什么 知道这是张少汉这个 张张浩善 说错了啊 张浩善的三儿子 三公子家里有钱 想挣她的钱 但是她看不上我是姑娘 这怎么办呀 想不容易 想起来 四美堂里还有一个姑娘 这姑娘叫什么呀 塞西施韩红玉 韩红玉的背景 也了不起 父亲 当朝的大将 大刀韩盛公 一共有三个孩子 两个儿子 一个姑娘 大儿子叫韩龙 二儿子叫韩胡 最小的姑娘韩红玉 由于这个 得罪了宫里的奸臣 下令 抄家 把这个韩神公 给给带走了 抄家 韩龙韩虎哥俩 不能给家里断了后了 跳后墙跑了 剩下韩红玉一个人 韩红玉心下我一见举流 我及时跑了 也没什么用 有一身武艺 我总不能打碗卖艺去 一个姑娘家 得了 也是既来之责案之 怎么着怎么着 这 官兵给韩红玉就带走了 带到哪儿去了 最后 你不是说带哪儿了 把这儿关起来 最后 轮为关买 就是这个 当官的出面 把这些姑娘给卖 卖姑娘也跟招标会似的 比较坐着都是 有钱的人 姑娘一个个往台上走 这好看 这我要了 50 我再加50 还没 只有一挑 就他了 韩红玉 500两文银被王九妈买回来的 王九妈这是四美堂老宝子 为什么要买韩红玉 长得太漂亮 好看 四美堂有名气 但是就缺少一个挂头牌的姑娘 看上韩红玉了 把她买回来 买回来之后 王九妈后悔了 后悔什么呀 万万没想到 这韩红玉她不接客 王九妈接了 500两银子我给你买回来 你敢不接客 那我这钱给我打了水漂呢 来人哪 干嘛呀 抬家伙 什么家伙 一个盆 里面泡了一根鞭笛 这鞭子叫懒驴仇 底下一个伴 上市七姐牛逼 编的一个鞭子 寄了一大歌子 蘸着这盐水 我问你接不接客 不接客 王九妈生起鞭子 刚要打去 韩红玉一把把鞭子抢过来 冲着王九妈 啪啪啪啪 王九妈这喊他 姑娘别打了 我答应接客了 好吧我都要接客了 一生武艺说走就走 说着话 店龙江村上网了 一扭包就下来了 好牛妈 哈利波特 来不勇气又弄 那女侠女侠 你可以不用接客了 但是韩红玉这人啊 很讲究 你五百两文银给我买出来 也算帮我脱离土海了 我不接客 有我的原因 我也可以接客 但是不是什么客人都接 啊 来到这儿让我看 我看上他了 我接客人 那我只接这一个 让他给我赎贞 一千两文银给你 给王九妈 我跟他 做夫妻 我们俩结婚 从凉过日子 左等右等 怎么等也没有这个人 也有无数的这个 地匹流氓啊 听说这个 四美堂 还这个姑娘 赛西斯韩红玉 瞧瞧谁啊 来到这儿一看 他叫出来 王九妈卡特见不着 想见的话得你去见他 流氓都纳闷 记你一条客人 都会听说 我瞧瞧去 一黑门进去了 韩红玉拿刀 你要干嘛 我出去 走了 一来二去 来着客人 王九妈也不往这带 姑娘能力太大 这韩红玉没事 得拿着 王九妈撒个罚子 没事 王九妈拽下来 怎么还没有人给我输身呢 快点等不及了 今天 张广泰一来 王九妈心里高兴了 怎么着 有钱人呢 一是有钱 二是长得漂亮 长得太精神了 得了 让他试一试 要是能让韩红玉看上 那为最好 把这姑奶奶给请出去了 我也免受这疲肉之苦 动不动打我的这受不了 去吧 带着张广泰到了韩红玉这屋 前段接说吧 两个屋 没敢进去 但是得往里走啊 试探了说一句话 姑娘您要不反对我就进去了 韩红玉没说话 为什么呀 韩红玉看上张广泰 张广泰讲太漂亮了 俩人对上眼了 没想到一进去 张广泰想要抓这个韩红玉的手 韩红玉以为张广泰要轻薄于他 你哥走 从里屋到外屋了 打这儿起 就没敢再说话 反正一坐 每天坐一个时辰 临走的时候 拿出银子放在这儿 糟了 接连十天每天如此 第十一天 张广泰寸不住了 家里再有钱不能这点 天天拿钱上课来了 想个主意吧 好想跟他说话呀 哭 你把他爸爸去世那事想起来了 啊 当初是你让我进来的 我说了 你要不反对我就进去了 你也没说话呀 我就进来了 进来你把我踢出去 然后一想 对 那天是我让他进来的 真不能怨他呀 后来一来二去一说 把两个人事都说开了 我以为你要轻薄于我 都不想 张广泰狡辩 拿我头一回来这地方 我不懂规矩 咱们怎么这样 反正是说明白了吧 韩鸿鱿鱼把自己的身世说给他了 张广泰一听 逃啊 太棒了 一千两文银赎身 俩人过日子 答应了 韩鸿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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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好 但是他说了也不算 只能跟自己大哥 张广俊说这事 晚上大哥回来了 把这事跟大哥一说 我看着四妹堂一姑娘 叫韩红玉 我要给她书身 一千两文银 话说完了 张广俊当时可没有答应的 没许给他 找了一个折 甚至没有那么多钱 再有钱的家里也没有说 出门带着几十万揣兜里的 没有那样 说回头再说 张广泰走 张广俊心里就变了 怎么变了 他最担心的事出来 小小年纪 当时才十七八岁 十七八岁就逛妓院 一千两文银 要给一个妓女书身 那长大 分了家那怎么办 都在心里定下一条毒计 要杀害三爷张广泰 上回书说到这 要杀张广泰 但是这事说完之后 张广泰可没敢再提 就等着 等着大哥把钱拿给他 日子一天一天过 张广泰依旧是每天 早起 洗脸疏口 闻思备堂 到了点 差不多了 上学回家 每天 每天如此 王九妈心里就有了一主意 钱拿不来 那我不能白养着你们俩呀 吃喝拉撒睡都在我这 那三少年你得想主意 对不对 没有钱你得过想想办法 我现在缺这个缺那个缺那个 没有钱 你也给不了我钱 怎么办呀 张广泰在当地啊 有面子 为什么 父亲张浩善 同时人都认识 好人 没事竟接你穷人了 所有的店铺啊 买个店也都认识 赦账吧 王九妈 一台二去 这家五百斤黄瓜 那家二百斤米 这家两车煤 挨家里拿东西 一天一天过 赶在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啊 八月十五 八月十五 日子不是说特别特殊 因为什么 过去这买卖家有亏点 三节得结账 五月节八月节春节 这三个节日前头啊 你得把欠的账还上 这一天 张广泰走在大街上 没走两步 旁边店铺出来的人 呦 张大爷您在这儿呢 我说有个条子您看一看 说让你得给人打条子 张广泰接我来一看 黄瓜 五百斤 张广泰 张广泰 这是我三兄弟要的 这对吧 行吧 这个条子我收着 一会儿到我柜人结账 就到他们家里结账 得嘞 谢谢您 带我先走进屋 这边出来了 这个大爷您叫一下 这五百斤煤 张广泰纳泰啊 这怎么回事 也是张广泰的字啊 家里买煤这些东西 都归广兴管 一来二去家家都往外 送这白条子 送完 越来越多 张广泰心里无痛快 哪儿啊 买这么些东西 五百斤黄瓜 我连个黄瓜花都没见着 得了我问问 这些东西都送哪儿去了 所有人一口同声 四美堂 张广泰一想 坏了 这一千两年子没给 这开始吧 快说账 扎账了 得了 找他去吧 张广泰到四美堂 找张广泰 一进门 黄九妈出来了 有 张大姐来了 少说废话 张广泰在这呢 黄九妈也不敢说 他也没在 我给您看看去 黄泰啊 不好了 你大哥广泰来了 找你呢 张广泰害怕 这怎么办 大哥来找我来了 我得上班 你跟他说 你说我没在 黄九妈出来了 广泰说了 他不在 还得缺心眼的玩意儿啊 找他去 还要他出来 我找他有事 把张广泰请出来了 广聚借着广泰没发火 为什么 因为毕竟不是还有情义在这呢 这是其一 二就是他已经心里有想法 要怎么对张广泰 阿广泰一叫上来 广泰啊 你看就八月十五了 回家 帮我算算账 咱这写上先生也算不过来 他这时候也多 张广泰也会这个 回家吧 张广泰跟大哥回家 这一路上张广聚心里到 那是千点乱话 想的只有一个 怎么能弄死你 想着想着 哎 给我注意了 我呀 下点药 过去的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复杂 现在好 你怎么死都能够查出来 过去不行 药哪有啊 没有 上街买吧 大街上一溜达 赶巧 对面过来一买耗子药 张广泰跟家伦 哎 卖什么呀 耗子药 零吗 零 绝对零 真零 您瞧 我跟你那么说 我爸爸就吃这一锅 小子啊 来十包 十包 好家伙 胃口多大的这耗子 来吧 拿了十包 走了 家里 做饭 炖了一锅肉 烫了一壶酒 这耗子要啊 分别像这酒里 跟这肉里 张广泰在家里头算账 写账 广聚把东西都放得了 往桌上一搬 他所作所为这一切啊 让家里的一个伙计给瞧见 家里有买卖 有伙计 伙计都看见了 广聚把这些东西搬在桌子上来 韩生广泰 韩生广泰 广泰过来 先别算了 吃点饭吧 广泰来吧 一起吃吧 到了这儿 广泰 没心思吃也没心思喝 为什么呀 想着韩红绿呢 太漂亮了 等着给人书身呢 姚孙子想这儿写着帐篡 这儿画着韩红绿的画 把心不在这儿 坐这儿说了几句话 大爷广聚 吃啊 来吃 倒点酒 把酒又给倒着 这伙计张三一直在门口瞧着 所作所为都看见了 张广泰拿起酒杯 喝了一杯酒 筷子抄起来 来块肉 这口肉刚进嘴里 晕死到底 躺下了 张广聚乐了 别说要还真管用啊 他爸爸可能也是这动作下来 正想着呢 门口咣当一声 那伙计 不小心把东西碰掉了 张广聚醒 有人 我说正风二大跑了 这是证人啊 对不对 有证人必须得把证人弄死他 一出门把伙计转回来了 看见什么了 什么也没看见 别看见了 坐着吃点饭吧 我知道他怎么躺现在我可不能吃啊 你都瞧见了 瞧见了 好 这样 别往外说 我给你一半两斤 这事就当没发生过 伙计想 起码能保住命了 得了 答应了 张广聚又安排伙计在这等着 看着这人 我呀 出去就回来 张广聚出门了 张广聚刚走谁回来了 张广聚的媳妇 广泰的大嫂子回来 回来一看 自己三兄弟躺在地上 旁边上有一伙计 桌上摆着肉摆着酒 这什么意思 问伙计 这伙计 他没什么想法 他就想逃命 他知道他肯定得死 一五一十把这件事来龙去脉 跟大嫂子一说 大嫂子一说 我明白了 算了 拿点钱你走吧 给伙计拿点钱 让伙计走了 走了怎么办呀 自己三兄弟心疼了 抱着广聚在这哭 正哭着没几声 张广聚醒了 为什么能醒啊 他只喝了这酒 这酒啊 放在这耗子药 放的时间长了 这药沉底了 上回这酒没有那么大药力 肉刚到嘴里 可没吃 就躺下了 这口肉又吐出来 一会儿的功夫 张广泰是醒过来 但是张广泰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 大嫂子告大 你大哥要害你 你小小年纪不学好 十七八岁逛窑子 要给你一个季母出身 能不急吗 这儿 饭菜还有酒 给你下着要 要你的命啊 这是 怎么办啊 快走吧 在家里活不了 张广泰说 那我要走了 这人怎么办 躺一个人呢 这有什么办法 没办法 嫂子想了一炷 这样 我替你死 我替你死 你走 我喝酒 嫂子把酒杯拿起来 殊死我二人抢着酒杯 我喝 你我喝我喝 想吗 正抢着这会儿 蹦死我了 门分左右 谁进来了 张广泰从小养了一条大白狗 养的时候这么大点 身上都坏了 有伤 有个疮 毛都药没了 皮都烂 回来给上药 一点一点点 给刺都好了 现在长大 特别大一条大白狗 这狗怎么进来呢 非常简单 闻着肉味 屋里炖着肉呢 进来之后 看地下有肉 张广泰突然一块肉 这狗 一口把这肉给吃下去 吃完 没有一块功夫 大白狗 死了 躺地上 再看广泰跟嫂子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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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 一看大白狗 躺地上 咱俩谁也胡同死了 一拳踢死 让这大白狗 代替张广泰 好吧 赶紧 找了一麻袋 把大白狗装起来 等着吧 嫂子在屋里等着 让张广泰走 走得越远越好 张广泰走了 跳着后脑 腾腾腾腾出去了 刚出去了 嫂子心里纳闷 你走门不好吧 哎呀 没人 没有一会儿功夫 张广泰又回来了 嫂子一看张广泰笑 都给了张广泰 自己还有对金手锅 也摘下来给张广泰 走得越远越好 张广泰感激不尽 眼泪哗哗哗的流 临走说 跟嫂子说了一句话 嫂子 你对我恩重如山 有朝一日 我要是回来了 不是发了财了 就是做了官 我回来报答你 张广泰 你又压给我跑 跳着后脚翻出去 也先着地 走吧 张广泰走了 张广泰就回来了 回来一看屋里 自己媳妇在屋里 咱那伙计哪儿去了 伙计 都是咱刚才进来的时候 在屋里的 说让我看着这麻袋 说这是你要的东西 说完话他就走了 我就在这看着他 张广泰一想 哦 事儿都已经办完了 那得了 走吧 把这麻袋扛起来 奔后山就走 走吧 走着走着 到了小树林里头了 看见什么呀 地下有两个坑 扛着这狗 扛着这狗 到了这坑边上 这狗啊 也醒过来 但是醒过来 他只是 动了一动 碰了一声 你看狗都是这样 碰了一声 张广君心想 哦 你活着时候 唱叉曲 这死了还得哼个两句啊 我送你一张 把兄弟 大碰了一周 拿着敲 一敲就敲给埋 埋完之后 张广君 扭手就走 斩草书根 事儿办理 张广君走了 树林旁边 出来一个黑影 谁呀 家里的伙计 过来瞧了瞧 这你妈俩坑 我要不走 那就是我的 得了吧 我快点走吧 伙计走了 张广泰又在家里 出来 奔着哪啊 奔着阳村 阳村有码头啊 这人带着钱 天也不早了 得找个地方住去 找了这么一家 就是现在说叫酒店吧 过去就是客栈 找个地方住下来 到这也饿呀 跑了一道 伙计过来了 看客观您吃什么呀 张广泰心里的小伙 什么小伙 出门在外就我自己 我得往大了说 往有钱了说 不能让人看别我 不能让人欺负我 好 吃什么啊 给我来一桌上等的酒席 我一听下坏了 一个人吃一桌上等的酒席 不是 这客观您 一个人吃一桌上等的酒席 对 怎么着 怕我没钱是吗 说着话 把嫂子给的钱 往这一拽 混下坏了 好财神爷 真有钱 一个人一桌上等的酒席 吃吧 压压压压压一桌菜都上来了 躺的酒也得了 伙计看有钱主任 搭个罐问问 干什么买人家这么有钱 客观您干嘛呗 我呀 长官在新疆 我在往大了说 往有钱了说呀 我是憋饱的 过去有这种憋饱的 就处理捣动东西 比如说一块木头 看好了 知道它能生殖 买东西 留着 日后再卖 憋饱 火焰厅憋饱 那有钱这我才干得了 您憋的什么呀 我呀 什么东西值钱 翡翠 这回憋的翡翠 在这等着 过几天就给送了 什么翡翠 一个翡翠的大教驴 我一听都吓傻了 翡翠的大教驴 多得热 他还有钱了 伙计跟掌柜 说 看人家 有钱 教驴都是翡翠的 了解 有钱 打这起 张广泰在这 每顿饭都是 一桌上等的酒席 住了最好的客房 一来二去 一天一天的过 钱总有花完那一天 时不长的 这伙计没事还过来 喝完 你那教驴到了 长长眼看一看 过几天就到 过吧 钱花完了 嫂子的一对桌子 也花完了 没有钱了 张广泰心里想不开了 过不下去了 没有钱呀 这怎么办呀 出了一想法 自尽 想死 想自杀 这个想法呀 有了 但是 这胆量是没有 现在谁说想死 你给他把刀 你看他死吗 他下不去手啊 张广泰也是 想了好长时间 最后没有办法 得了 我只有 死了这一条出路 在自己屋里 找了个头 房梁上一挂 窝上一套 要死 跟你死还得唱两句 说天心 你还得唱 正这会儿功夫 客栈掌柜的 刘打这入骨 锅里长着灯呢 灯在一打着人影 打在窗户纸上 可看出来了 挂着一根绳 在房梁上 这人要上吊 完了 东东让他死在我这儿 掌柜的可没进屋 叫伙计 找着伙计 快去看看吧 那翡翠大叫驴上吊了 伙计曾怎么着 上吊了 跑过来了 一进来张老太挂上 刚挂上 伙计给他抱下来 哎呀大叫驴呀 把张老太算是给救了 伙计在问他 为什么死得这么有钱 翡翠叫驴还没套呢 怎么就想不开了 张老太一如一失 把这些话去说 怎么怎么回事 受家里人所害 带着钱都花完了 现在没有钱了 日子也过不了了 饭也吃不上了 所以说只有死路一条 伙计想不至于死 有的是办法 你这样 你会忍 我会吃饭 那不过用 我认识是多 想想别的 会什么 写个字画个画 打个八十卖个衣 行吗 张老太说 这我都会啊 写字画画 唱个唱曲 操作五件什么的 这都行啊 我就想得了 有主意了 您哪 就在我们这儿 打把是卖艺 打把是卖艺 能养得了自己啊 张老太一想得了 既来知识安知吧 也得出主意点 打把是卖艺 打这起 自己拿着家伙计 刀啊 剑在什么路上 打把是卖艺 别说 飞观人争不少 一圈一圈 三家伙生活 三家伙处玩 练了一头 练完之后 要钱你 那时候来 长点 你一要钱 所有人 哭哭哭 向走 别说 真有一个人没走 有个老头前夫站了 踩住手 张老太过了 您手这个黑点 吐了一口 张宝泰太纳闷了 你不给钱回不给钱 你干嘛还吐了一口 老先生说了 没母亲 你这还大把人卖艺呢 走了 这老头的所作所为 给张宝泰内心 造成了狠大创伤 为什么 我这不灵啊 打马上被一只花片绣腿啊 不行 心里又别 到了晚上 这死念头又出来了 晚上拿着一根绳 想了 上回在屋里上吊 掌柜的看见了 告诉伙计 打叫鱼死了 伙计上去马上就回来了 这回我外头死 找了一棵外卧树 绳子往上一搭 系好了割子 要上 刚要死 打远处传来一个声音 等我一会儿 我也上吊 谁呀 白天打把是卖艺拖在那老头 一脚踹下来 等我一会儿 我先死 让我再纳闷 这死还有罪分子呢 哈哈哈哈 一想 就要死不了 得 走吧 走走走走走到河边 我呀 我呀 上吊吊死 我淹死我自己 自己往河里走 正走着呢 后子传来一个声音 等我一会儿 我也要死 一脚从水里又给踹上岸了 哈哈哈哈 太大闷了 不是你呀 到底要干嘛呀 死都死不了 什么意思 老头说 白天吐你那口 不知道什么意思 打马是卖艺 你这能力不够 想学吗 张广泰说 想学呀 叫真会武功 我想学呀 好 我教你 这老头 收张广泰为徒弟 教张广泰无义 时间有限啊 快点说 教张广泰 公刀施马不见 什么刀枪剑击 副业勾差 全都学会了 转眼间 三年 过去了 张广泰练就了一身武艺 最后学成了 老恩师 赐给了他一样钉起来 叫什么呀 毕血绝 前面是一标筒 后面一根绳子 常听人说 扔得出去 逮得回来 毕血绝 毕血绝后边 有十三个鸽子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这老头 第十三个徒弟 还告诉他 测你的武器 毕血绝 以后 在江湖上 遇了跟你拿同样的武器的人 那就是你的亲师兄弟 属鸽的吧 你是第十三个 就十三个鸽子 张广泰收下来 老恩师 还有一个要求 你学会武艺就好 不要问我是谁 我也不会告诉你是谁 张广泰心里过去不去呀 教了我一身本了 这是师父呀 怎么还不让我知道是谁 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不是我真想问问您叫什么名字呀 别问我是谁 再一抬头 师父走了 张广泰一想 这是魔法学院的主任 走吧 学了一身武艺 张广泰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但是也得为了吃饭 弹马 在这个 码头 给人卸麻包 搬运的东西 有劲啊 那武艺高强 抗麻包来 走 要多少 五百大来 走 多了 再拿下来 有力气 指着这个养活自己 有这么一天 码头上停着一艘官船 官船里的船出唱差语的声音 张广泰一听这 哼 这我会呀 差语我打小就听 打小就学呀 唱的也不错 听听吧 过过一天 在船舱里面听 听着听着 船上啊 唱差语唱错了个音 张广泰在底里一听 唱错了 叫声道好 跑这声没落的啊 船上下了四个多名 对就他 帮助 摁船上去 船上是谁呀 哈四大人 上百道哈四大人 你听着 你听着怎么着 我唱差语有人叫道好 这头回听说呀 以前唱差语人都喊好 再来一个 咦 咦 怎么这才不叫道好呢 能叫出道好说明你会呀 你懂吗 我问你 你会唱吗 会 刚才大宝是你叫的 对 我承认 这个 我这牙呀 有颗假的 东部哼 唱走了个音 听出来了 你要不许唱 你给我们唱两句吧 也有闲事办公 咋我再唱吧 数页青 数页黄 数页短 数页长 唱了你大头 唱的哈四大人 这个美呀 高兴 正高兴感 行了 这是好机会 我呀 任你做义子干儿 哈四大人 由北京去上海 上任的哈四大人 上海到吗 任张广泰一个义子干儿 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吧 跟着我 说着话 又把自己的小妾 春怡叫出来了 把这春怡是这个 哈四大人的小妾 也是从这个 烟花场所 熟出来 春怡长得也好看 也漂亮 跟着哈四大人 天天 爷俩一块 奔上海 这一路上 又收了一个人 在路上 碰着一小孩 卖身 卖身 卖身干嘛 卖身 葬母 孩子有个孝心 张广泰打着一路过 看见了 卖身 葬母 但是小孩 这小孩长得太丑啊 长得什么样啊 斗鸡眉 三脚眼 半逼拱 大里沙 大里沙 山峰尔的 不错 这些小孩 就是疆域 疆域也会武 家里都是练家子 最有名是他的舅舅 清宫最好 张广泰一看 孩子这么可怜 得了 给你钱吧 把你的母亲厚葬 将一把钱收下 要葬子里的母亲 卖身葬母 那我就得跟着你了 张广泰 你不用跟着我 我再给你点钱 你自己过日了 将一想 那不行啊 我自己过日子 也是有点钱呀 而且我这小孩 过不了日子 三说五说 最后留在了张广泰身边 相当于是什么呢 张广泰 是哈斯大人的跟班 江玉是张广泰的跟班 这江玉就是 哈斯大人跟班的跟班 就这么个意思 走吧 到了上海上任 有这么一天 京城传来消息 干嘛呀 先哈斯大人回京 又出了个事 什么事呢 春怡装病 就是这个哈斯大人 这小妾春怡 就是这个张广泰的 干娘啊 这干娘 你的干儿子 还小两岁 装病什么目的 他想让哈斯大人 回京 把张广泰 留在身边 为什么 张广泰长得漂亮 跟叔叔的 使这个计策啊 我装病 让江玉 保着哈斯大人 回京 让张广泰 保着春怡 哈斯大人说 可以吧 我先回京吧 你们慢慢走 哈斯大人 回京 这路上 有这么一段书 春怡 三系 张广泰 小系 张广泰 张广泰 大英雄 人家不识这一趟 不行 哪能去 这寸入了 真英雄 真男人 一忍 再忍 再三忍 忍过去 最后一次 没人了 手起刀落 咔嚓 给春怡宰了 宰了之后 墙上 留下自己的名字 杀人者 张广泰 刚把人杀完了 船舱外上 有人叫好 好 这位真叫好 不知道好 这人是谁呀 正是张广泰的老恩师 张广泰老恩师 没告诉他叫什么名 喊声好 进床堂 好徒弟 好孩子 不受任何的诱惑 把这铺子留给我的 老恩师还烫头 开玩笑 杀了春怡 往后说 这哈子大人 知道是什么原因 没有责怪张广泰 因为什么 他知道这春怡 要把场所里熟出来 江山一赶本性难以应 往后过吧 张广泰 为哈斯大人立下七功无处 什么这个打八国阵呢 跟这个打跟那个打 挨个出征 最后又碰着谁呀 碰着马寿 跟马寿 将场大战 战到最后 两个人拿出闭血绝 这知道了 张广泰 拿着闭血绝 马寿也拿着闭血绝 一看 这亲师兄弟 最后两个人数哥的 张广泰十三个 马寿十二个 亲哥俩 往后再有什么打仗 这个 一起保着哈子大人 这咱就不说了 咱往后说 主要说张广泰回家 最后张广泰 到什么地步吧 二品军功 三品饼带 奉旨还乡 巡逐游将 开着官船 回到了通州 运凉河的河边上 然后接着是 让江玉 买药饭的衣服 为服私访 进通州 什么目的呀 一看一看自己的母亲 二就是看一看家母 大嫂子 因为大嫂对他恩仲如山 走吧 往城里走 走着走着 走到一个饭馆门口 饭馆叫什么名啊 对和居 对和居的门口 有在对面 走过来一人 到了对和居门口 这人是谁啊 张广泰的哥 二哥张广兄 扛着一袋子草 站在对和居门口喊 四叔 曹我给您送来了 张广泰的家里没这几年 哪来的四叔啊 等着我看看到底什么事 一会儿的公公 又打里面出了一人 谁呀 饭馆的伙计 李四 张广泰心想 他都从我们四叔了 好这小子说价 怎么还占便宜 四叔 看看怎么回事吧 广泰把草放在这 再看李四 好家伙 提起来 哎 张广泰 怎么又是你呀 干嘛呢 广泰非常客气 四叔 我给您送草来 送什么草 你这草不行啊 你这草 驴吃了肿嘴 马吃了上房了 张广泰旁边一听 他咱们是人话 马吃了都上房了 那这草 那好草啊 那是 那是非马吃的呀 等着吧 心想你要再欺负我二哥 我就得出去 我得给我二哥拔手 能不能让你这么欺 李四 一直 刁难着张广泰 张广泰忍不住了 站起来 往前就走 都停车 旁边又过来一人 这人是谁呀 张广泰的把兄弟 李棍 刚才说了俩兄弟 邹中李棍 邹中六上门搬走 李棍 这个当地的地匹勇王 相当有名气 勇王中的战斗机 班主 有能的 张广泰心想 得嘞 今天我这大兄弟走到这 我二哥在前头吃了亏了 你不用说替我二哥拔创 你哪怕过去跟我二哥打个招呼 这朋友我没白交 我等着瞧 再看李棍 拿着一个桑冰纸大扇 叠着花 这手拎着两条带鱼 走着走着一看 嗯 广泰二哥这是 扇着一和 两条鱼一扔 两条左手 扣着记好了 走到张广泰面前 二哥 请着个汉 张广泰一看 这朋友没白交 好跟 够义气 再看张广泰 看着李棍 呸 你害我 这李棍不知道为什么呀 我怎么害你了 怎么害我了 我问你 是你 让我往这送草吧 对不对 每天往这送草 甭管送多少 送到这 准给我两条钱 李棍想 对呀 这是我让的 那今儿 怎么我往这送草 人家说 我草不行 说我这草啊 驴吃着中嘴 马吃着上床 李棍一听 这谁说的呀 四叔 哪个四叔 李四 哈李棍急了 还管你叫四叔 行 掌柜的 掌柜的 干嘛这么慌啊 这有个原因 张广泰走了之后啊 张广炬 对他哥哥 就是张广泰的二哥 张广星 还有母亲 特别的不好 从家里给撵出来 赶到坟地住 没有钱 周中和李棍呢 给老太太送钱 老太太不要 老太太说 我三儿子死了 我还有二儿子 广炬不要我们俩 虐待我们俩 无所谓 我还有广兴 广兴 也是 连活就赵 对 有我 我能干活 我能挣钱洋活嘛 得了 这样 我给你介绍工作 每天呀 砍点草 送到对峡居 不管多少草 哪怕一根草子 你送到这 准有人给你两条钱 这是李棍 给广兴找的一个工作 为什么李棍 能做这个工作呢 能有这个门 让他来干这事 对峡居掌柜的呀 过去遭人陷害 对峡居买卖 让人给挤得黄了 掌柜的 要跳河自杀 让李棍给救了 问他为什么要死啊 我活不了了 我所有的家业 都在这一个饭馆上 现在受奸人所害 饭馆没了 李棍想得了 帮人帮到李 救你一命 这样 我呀 拿钱 给你开饭馆 继续在这开 这个原因 促使着对峡居 二次开仗 所以说这买卖 应该是李棍 但是掌柜的 现在是别人 所以 李棍站在门口 掌柜的 出来 掌柜的出来 一看李棍来的 喝点 哟 李棍 怎么了 我问一问啊 我欠你多少钱 你欠我多少钱 今天咱得有个说法 你欠我的还给我 我欠你的 我给你 只不过一听这话 李棍那我搬家走的了 这买卖都是您的呀 您出的钱 让我对峡居二次开张啊 哦 那好 这买卖都是我 那我说了算了 算了 您说什么是什么 可以 我让我二哥 每天往这送草 甭管送多少草 送到这 就给两道钱 这事有没有 有啊 那为什么今天就不给了呢 还说送了这草不好 驴吃着肿嘴 马吃着上房 咱过一听 还有这事 这话谁说的 李四说的 李四 李四哪去了 李四 房子 他上房了 抱着房源 马吃着上房 蹲在前你下来啊 叫下来 错了 认错 自己抽腿吧 跟不要钱是什么 掌柜一看这事办错了 这是我的责任的 得嘞 今儿啊 我请你们哥几个在这吃饭 广兴 李贵 掌柜的把二人 请到楼上吃饭 张老太旁边卡着 得嘞 这是我好兄弟 朋友没白交 得 我高兴 正说着话 旁边又过来一人 谁呀 周中 把兄弟的大哥 走到门口 伙计 掌柜的都看见了 呦 等会儿您待了 李爷他们都在楼上呢 您上去 哦 已经好 上楼 楼上摆了一桌酒席 广兴 广兴 周中 李贵 这哥仨 张广泰一看这哥仨 是这里跟他最好的呀 都在这 我也上去 张广泰 放股 往罪贺局里都走 刚到蒙古 火就烂住了 李四方那一看 哎 他拿着你 吃饭 你除了你 你你你你哪点 长得像钱的那样 人 嗯 他往下心里不呼吸 怎么着 我还不像有钱的样 昨天又一想 哦对了 我穿着一身要饭的衣服 手里主部 拿破碗 确实不行 说了话 掏人一元宝 实时他不是要饭的 还是有钱呀 当国二 二分鞠躬三斤顶带 拿元宝 拿出来 李四面前一看 哟 爸爸您楼上去了 让到楼上了 让上楼 邹中李锅 广兴他们在这边 张广泰 没敢离他们太近 背对他们离远了家 酒桌上菜都上好了 张广兴心里委屈 天天送草 家里这么大买卖 自己没有钱 哭 想谁呀 想广泰 为什么 广泰是这家里最好的人 照顾他和他母亲 但是广泰这一走 完了 什么都没有了 广兴就开始哭 邹中李贵 就像当年劝张广泰一样 开始劝张广泰一样 劝张广泰一样 反正是一致死了 二哥 别哭了 我跟你这么说 广泰啊 死了 就这一句话 再看张广泰 广泰哭得跟我换了 别哭了 广泰现在还太惨了 他死了 我昨晚你去梦见他了 做梦 梦到他现在弱迫了 这个 穿上身要饭的衣服 衣服裤子都破了 头顶上上点草 脚底的鞋也漏了 他看一眼张广泰 这边跟张广泰说一句 你也别想着了 死了 这人回不来 说完这句话 张广泰站起来 走在哥仨面前 哥哥 再看张广泰 卖鬼啊 这刚说完人死 跑出来哥 吓一跳 邹宏理贵也不敢认 因为什么 一身要饭的衣服 这吓人哪 哪儿我的兄弟 变成这样了 一看自己兄弟 赶紧让座 好 这兄弟回来了 吃饭吧 一块吃饭 一块聊天 旁边也有别的客人哪 你看看这谁 张广泰 走了好几年 现在还回来了 我跟你说 打小刚生起来的时候 他妈抱着我就知道 这孩子准没出去 长大准要饭 好不了 准这下 这话谁都愿意听了 李贵都愿意听了 邹宏理贵是亲兄弟似的 哪儿啊 下楼了 找掌柜 有多少钱给我拿多少钱 到楼上 把所有银子往地儿一扬 搞什么 大伙都交好了啊 我兄弟张广泰 有钱 他现在穿上这身衣服 这是微服思考 这都是我兄弟的钱 旁边那个人也说 嘿 打小 他妈抱着他 是不是知道啊 生下来以后绝有钱 我说你他妈这是嘴吗 简单结束吧 饭也吃完了 哥几个得聊天 广泰这回想怎么做呀 想干什么呀 长广泰说很简单 是我的给我拿回来 吃我的给我吐出来 我得要我的东西 得 想办法怎么办 长广泰说听我的 我呀 到凉店 找我大哥要钱 哥几个一商量 行 广泰到梁建区要钱 邹中呢 右上门搬走 回衙门里头 准备他的事 李贵 当地的这个地痞流氓 到这宝局了 这赌场啊 找了一对自己的兄弟 给我兄弟 住住威胁 对不对 打起来的 小朋友 对我拉拉队 来到张家长站 对面的一个饭馆 邹中带着自己的兄弟在这等着 对面是张广泰 他们家的凉店 张广泰进去之后 屋里有人 谁呀 有一个自己家的老管家 姓鸥一说 老管家 你看 呦 你是 您不认识吗 我是广泰 广泰回来了 你赶紧走 为什么 你大哥要害你 正说着话呢 张广聚 回来也到两天了 到了门口 哥俩四目相对 张广聚吓一跳 一见张广泰 呦 鬼 为什么鬼 他认为张广泰已经让他埋了 再出来的人就是鬼呀 哥俩二人四目相对 张广聚 广聚来 服务 这是人 毕业有影啊 我广泰啊 你回来干嘛来 我呀 要我那份财产 我要你那份财产 好 说着话 手往都是一村 掏出什么来的 掏出四文钱 四个硬币 现在说弄你 这就是爸爸留给你的 说着话 一松手 四文钱掉在地上 张广泰没急呀 再看对面的一顿 他 啪 桌子也拆了 哪有东西要过去打架去 他就一动手 看张广泰 没原因 也没动手 等会等会 一会再去 等会等会 这酒寡人掌柜都不论一 好 你这等会 我这拆了 平安了 干嘛 那一会儿陪你 说着话 张广泰 蹲着地上 把这四文钱捡起来 攥在手里 冲着张广聚笑了笑 这就是爸爸留给我的钱 是吗 对了 好 说了句好 手一张 四文钱 从广聚 脸上 啪 过去 四道日 当时写就下来了 写一下来 张广聚高兴 为什么呀 过去密法有云呢 世兄也仗大八十啊 今儿 张广泰 你给我挂了采了 你也别走了 张小三 咱哥俩 打棍子 好 好 好